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群小鸟看到了奥利弗的新发型 鸟儿们说 哎 我们用它来做窝 真是栽合适不过了 于是 鸟儿们在奥利弗的头发里度过了整个夏天 奥利弗非常喜欢鸟儿们待在它们的头发里 不管它走到哪儿 它的新朋友们都会和它形影不离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 鸟儿们说 它们该飞到南方去过冬了 可是 我会想你们的 奥利弗想要鸟儿们带它一起去 鸟儿们说 哎 好主意 好主意 这样我们到了南方就不用再做窝了 于是鸟儿们齐心协力 用嘴叼住了奥利弗的头发 它们起飞了 它们日夜不停地飞呀飞呀 奥利弗看到了许多它连想都不敢想过的东西 它们从雷雨风暴旁飞过 哎 那儿可不能去呢 它们从美丽的海岛上飞过 这也不能停 我们应该继续往南飞 它们飞过了半个地球 停了下来 原来这就是南方了 嗯 鸟儿们带着奥利弗四处游玩 开心极了 过了几个月 鸟儿们告诉奥利弗 它们该收拾一下回家了 于是鸟儿们齐心合力 用嘴叼弃奥利弗 它们又起飞了 它们飞过了海洋和高山 飞过了城市和平原 就这样 奥利弗的旅行结束了 奥利弗决定哪都不去了 它理了发 它对鸟儿们说 别担心 我会照顾你们的 鸟儿们留给奥利弗一个大大的惊喜 它们在鸟巢般的头发里留了一只蛋 等鸟蛋变成小鸟 奥利弗给这只小鸟取了个名字 叫做羽毛 小羽毛最喜欢听的 就是奥利弗和它朋友们的冒险故事 如果你想知道奥利弗剪掉的头发去哪儿了 你就去问问那些小鸟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格子酱讲绘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